今天给大家介绍游卡桌游的另一款三国沙 叫做Nuyan三国沙 咱们进入游戏 看一下它的游戏界面 也是非常的华丽啊 这个三国沙的话 保留了最基本的三国沙玩法 而且也加入了它的特殊系统 就是特色的扶持系统 扶持系统也让每个武将变得更加的独一无二 你带着不同的扶持 也就可以打出各种不同的效果 这里边有进攻系 防御系 摸牌系 还有弄气系 每个武将的话都只能带一个相同系的扶持 由于这些扶持的强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即使你喜欢的武将 武将技能不是特别的强 你也可以通过扶持来弥补它的强度 所以你喜欢的每一个将都能有不错的发挥 好的 咱们进入到今天着重介绍的一个模式 叫做挑战模式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模式的基本规则和玩法 首先是要交地主 然后确定地主以后才正式开始游戏 开局是农民先动 然后地主再动 然后接着是另一个农民 咱们呢是作为地主 可以选择两个将 这个将呢是可以轮换的 但是一轮只能换一次 否则就会触发一些技能的bug 然后咱们也是选择了黄烟鹰和星线鹰 这两个将的星级比较高 因为每个将是需要培养的 它这个越培养的话 将的效果就会越好 然后技能也会越强 说回这局游戏啊 这边蔡文基对咱们使用了怒烟的决斗 咱们发动虎啸 可以摸牌 但是吃到了省害 所以 打了咱们三滴血吧 他出杀 咱们出杀 好 这边操作不是很顺畅 因为也是刚刚玩 咱们直接出杀 他反而打了最有一滴血 好了 到咱们回合了 看看咱们怎么操作吧 孙上香那边基本上没什么防御啊 所以咱们肯定是先打孙上香的 直接发动技能 顺黄鹰 哦 顺那个 孙上香直接两张牌 好 获得了一张过河山桥 紧接着在 过河拆桥 去拆猜文机 又发动了胡销 使用的是 带怒气的 所以是拆两张牌 顺也是顺两张 决斗的话 也可以打两张 因为孙上香是没有防御的 所以咱们肯定是先推孙上香 再去单挑这个猜文机 毕竟咱们两个香 单挑它还是 很容易的 对吧 先秒一个 好 继续拆 把他的手牌给拔空了 但是这边 地主的话 是没有那种 飞扬跋扈之类的 另外的技能 就只能 利用咱们武将的 数量优势 就是两个将 而且还可以换一次 农民的话 也是必须把咱们两个将 都打死 才是可以的 才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好 直接打了两血 咱们还有一点 农期 直接换新眼影 用中剑 看一下别人的牌 如果有童话色的 可以直接弃掉 如果没有童话色的 咱们可以直接获得 这个技能也还可以 乐不四叔 直接乐了 孙上香 咱们不能 葛卫乐 葛卫乐的话 是比较亏的 找蔡文基 蔡文基 采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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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薪 咱们看破 被打了 发动 星驰 又到我的回合了 军阵可以摸很多的牌 这就是 他的扶持系统 但是扶持系统 也是有次数限制的 就是每个技能 不管是摸很多牌啊 还是触发一些效果呀 有一定次数限制的 因为 这里边 武将的血量比较高 所以能打的回合数 也是比较多的 因此 他如果是无限发的话 那优势就太大了 所以他有次数限制 也就 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 自己的无限发挥吧 好 继续 用怒气的拆 再复理抽签 把他的怒气给消一消 再消 乐不思绪 乐谁呢 先杀吧 看能不能把村长虾给打 蔡文基 是有桃子的 但是就会回来 因为咱们这个是 一刀打两地 他也没办法 继续 继续做 然后又发动了 鼠中金国 可以获得一张牌 拿了一张决斗 然后对面 他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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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了鱼威 可以获得 使用的锦囊 到咱们会合了 换一个新鲜鹰 先发动出键 看下牌 有相同化作的 给他的牌弃掉 好 这样是不能打决斗的了 因为他手上杀比较多 咱们直接一个九杀 其实决斗也是能拼得过的 咱们有三个杀 能拼得过 但是由于我当时不知道技能 我怕万一拼不过 对吧 那就搞笑了 所以就没有打决斗了 准备先存一下 只要七一张牌就可以了 到蔡文基了 因为蔡文基的防御力是非常强的嘛 所以咱们肯定不会说先打蔡文基的 蔡文基 还带了很多回复的东西 他那个服饰也是能恢复的 有一个援兵 每轮都能回一滴血 只要体力制补的 嗯不满的话 咱们继续发动军阵可以摸牌 不懂的话咱们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那个装备效果 这个没啥可打的 直接过了 哦哦对要发动技能 发动技能 有相同的发色 把它的牌弃弃掉 打击 杀 杀 杀 两边都拼起杀来了 杀都有很多 啊 打他两滴 贝哥可以 他发动了贝哥 可以摸三章 只要盼红了就可以摸三章 咱们换黄鹰的话也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锦囊的 直接就过了 到财文鸡回合 到财文鸡回合 财文鸡这边确实是比较肉啊 非常的难打死 到咱们 发个闪电 这个闪电的话也是比较特殊的 它是 每轮每个人 受到一点五来源的伤害 好的咱们发动技能 直接切了他三张闪 九杀 哦直接过了 为什么我不九杀 他呢 因为他的装备区有一张不是很危险的 包括阵 有闪电 如果咱们不想凋鲜的话 就可以打一张看破 就到咱们了 咱们先发动中间 是风云变换 七下他的开 当以明某洞察 然后再换黄鹰 先把他的怒气先消消 他看破了 他看破了 咱们继续顺 顺八卦阵吧 应该是顺八卦阵 然后发动了鱼威鱼威是非常强的一个技能啊 可以重复使用技能然后鱼威是有次数限制是六次等于说如果你一直发的话就可以把对面排给顺空 直接把对面排给穿了非常多 基本上就顺空了再配合黄鹰的呃本身极致可以过非常多的牌 这个爆发非常强也是主流的技能啊 大家基本上都在用这个鱼威 因为时间原因加上蔡文姬比较肉所以咱们直接跳到了最后把蔡文姬给收掉了 呃好 咱们直接取得胜利了 这个挑战模式也是非常的好玩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去玩一玩的 最后还有一个小福利啊告诉大家 大家点开右上角的设置然后点击输入兑换码 只要输入莱尔两个字就能领取相应的福利了 我这边的话已经领过了 嗯最后感谢莱莱的观看吧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